我过去参与了20多家公司的创办 作为Engine Investor 我给他们的建议 是所有的co-founder的股份锁定4年 就是干不满4年是没有 因为作为创业者的股份 实际上是一辈子 如果你的公司真正做成百年基业 那是100年的事情 对吗 你不在乎4年 所以你一定要干满4年 你才能拿到co-founder的股份 否则你是雇员 是吧 雇员我们谈雇员的报酬 当然也会有人跟我来讨论说 哇 我会不会干了三年半年 被我干掉了 那我不科理无收吗 但是这里就又回过来一个问题了 你对公司如此的重要 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 公司怎么可能把你干掉呢 如果公司这么做事情的话 没有诚信的话 这公司是很难招到人的 第二种情况是说 干了半年这个能力实在太差了 他自己也认同 所以有这一条以后 处理这些事情相对比较容易 往往真正的有扣放了实力的人 还都是蛮自信的 关于这四年 也有个别的公司 没听我的意见 说我开不了口 我一个创业公司呢 他跟我讲 这个人很厉害 我说要干嘛的 说是一个大银行支行行长 我们请他做CFO 我说我们上五个人的公司要CFO干嘛 哎呀他说更灾难的 分了人家10%的股份 我说能不能谈四年 哎呀他说不能跟朋友谈 谈这个条件 这样好像太不仗义了 结果呢 过了半年以后 不合适 首先这个行长也要离职 痛苦开始了 他要持有10%的股份 不退 后来给钱 还不错的价钱 付出一大笔代价 我们为什么要买回呢 我跟那个创业者讲 我说很简单 如果你的梦想是one billion的 今天无论什么价都是便宜的 只要你买得起 10%的股份 你在未来做大的时候 你可以雇多少优秀的工程师 他们才分的一点点而已 我说你跟他是朋友 你跟他真的可以坐下来 认真谈一谈 对吧 我相信是可谈的 你选择他做合伙 一定是你们关系还不错嘛 谈得还很愉快 是一起创业以后 发现不合适 不合适一点 关于这个问题呢 就说呢 亲兄弟明算账 创业之前一定要把 怎么退出机制谈好 要不谈好的话 挨于面子不谈的话呢 最后实际上 往往真正伤害的是你的事业 所以我想跟他交流 就是说 如果你找扣方的一定要谈十年 这样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 如果他干了半年一年 不合适 要离开 咱们至少可以谈怎么补偿吧 不用谈这个 怎么买回这百分之十的股份 万一你融了A轮 万一不小心你运气特别好 又融了B轮 那是天问数字的价钱 所以你的损失就大了 合伙人 合不来的情况 在我投的公司里面 或者换过扣方的人 大概出现的概率 会有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这个概率不算低 也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